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单一个马来西亚他们有五百多人在放生 在几年观世音菩萨在观音堂 所以呢 大家非常高兴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我们慈悲的象征 那么也是全世界佛教界的重大的节日 佛教界认为啊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这些 2月19、6月19和9月19 都是念经和放生最殊胜的日子 这就是台长平时跟大家讲的 我们学佛人在初一十五和在这些重大的日子时候 为什么会特别有效果 为什么效果特别好 也就是说因为隆天护法 诸天菩萨都来 所以我今天上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 说碰到观世音菩萨的日子的时候 你们知道天上很多菩萨全部换衣服 穿得非常漂亮 你们真的是看不见 就是说穿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非常的认真 而且就是一种法喜 因为在天上他们菩萨换衣服很容易 一念一动他们就换 而且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各种菩萨就是以为 就是把整个这个事情就当成什么呢 就是当成一个天上的大纪念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天上很多菩萨下来 有很多的隆天护法 所以这一天你念一遍金 一般相当于双倍的那种 双倍的这种效果 所以念一遍心经等于两遍 念一遍大悲咒等于两遍大悲咒功力 但是希望大家 就是这个不要点到小房子上去 这个只是给你自己增加功力的 非常有利 当然小房子如果你念到大悲咒之后 你这个力量也会加强很多的 加强很多的 所以呢 所有的佛教界的人都认为 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 圣诞日 还有住假日 都是一种念经的殊胜的 而且具有大功德的 所以在这一天放生 还有这一天千万不要吵架 千万不要去讲坏话 因为这天讲坏话 就是菩萨特别多 天上的护法声音特别多 有时候会灵验的 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不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 为什么不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去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因为有的时候是初一十五的时候人家说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从大日子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 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去讲 在家里讲话讲了太狠的话 太恶的话 这样会影响你 因为只要哪一位护法神或者地府的官 他只要看见了 他就把你记下来 你就很大的麻烦了 所以 人在死的时候和初生的时候 讲话要当心 当人要死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在 亡人将要死的之前 在边上讲很多话 就说哎呀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明年也跟着你去了 哎呀 我真不想活了 很快他明年就走了 因为边上全有地府的官 在记录的 这是太狠看到的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 要慢慢多学练这方面的知识和智慧 不要乱来 尤其在这种大日子要克制自己 不要乱讲话 会灵验的 所以念经能灵验 那么你讲坏话一定也会灵验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这些道理 懂这些道理 那么另外呢 为什么要选这一天作为成道理呢 因为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得道了 得道了之后呢 他开悟了 成正果了 成正果 然后呢 正悟 正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完全明白了 就像佛陀涅槃的时候一样 完全明白就是完全理解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一辈子吵啊闹啊 有一天他终于没办了 我再不吵架了 我不愿意再说任何坏话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识的事情 人总不要走的 什么带不来 什么带不走 就这种叫正悟 正悟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明白了这些道理 明白了这些道理 他就不会再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菩萨呢 就是完全正悟了 人家说成正果了 所以菩萨呢 这一天呢 而且观世音菩萨呢 献出了千手千言 所以呢 就在成道日 就是六月十九 初六月十九 就是这天 成为这个成道日 为什么选这一天 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呢 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传说 主要呢 是传说他是妙善公主 因为这一世呢 是比较完整的在人间 在这就是说 他的第一个生下来之后 比较完整的妙善公主 那么妙善公主呢 成道之后呢 那么到了人间之后呢 就是因为他有 千手千言的法相 千手千言法相之后呢 那么就成为观音 观世音菩萨呢 观音呢 观是什么呢 是观察民间苦难 观察众生 因呢 是什么呢 是声音 就是观世音菩萨主要是听声音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呢 他是闻声救苦 他主要是声音来救你们 所以你们呢 我觉得声音更好 你们听电台不是也声音吗 对不对 如果你要眼睛看见的话 那你就是看见观世 其实声音什么 你一叫他 他就到了 那比方说 你们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个妈妈很爱自己的孩子 一个孩子很爱母亲 在很远的地方 他师生立即地冲着天上叫 天空当中叫 妈妈叫他 碰到大事前的时候 你们想想看 你们母亲啊 不管在哪里会有感应 觉得我儿子来叫你 你们有时候觉得没觉得 都突然间会听见声音啊 好像谁在跟你讲话 有没有 这些都是感应 所以观音观音 就是观察人间 然后呢 就是寻声救苦 就是声音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 大家知道哪四大菩萨吗 还有观世音菩萨 大世子菩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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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 那个那个叫 地藏王菩萨 还有一位是 那个 什么 文殊 文殊菩萨 那么这个四位菩萨呢 是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的 什么叫无量 无量就是没有 没有底线的 所以你们知道 你们平时念经的时候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就是没有底的 这个人的聪明的智慧啊 这个人的智慧是没有底线的 所以告诉大家呢 观世音菩萨呢 喜欢手持个杨柳萨 这个杨柳萨呢 就是他撒净水的 撒净水就是肯定治病的 所以他有无量的慈悲性 也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用不完的 不要以为好像观世音菩萨 时间长了 这个慈悲心啊 哎呀 这么多人叫他 他忙得过来嘛 实际上这是观世音菩萨 我待会跟你们讲 他的愿力所成 因为他这个愿力 所成了之后 你不管怎么样 在哪里 菩萨都能看到你 都能听到你的声音 所以呢 就告诉他 当人们 大家遇到灾难的时候 或者困难的时候 那么只要念其名号 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么观世音菩萨就会前往旧度 前往旧度就马上就会过来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在梦中如果要做噩梦了 你们那个时候只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观世音菩萨 马上就到梦里来 你们看不见他 但是马上这个噩梦就会醒过来 实际上是菩萨到了 大家听得懂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称为观世音菩萨 那么 观世音菩萨是 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 等于坐下的一个上手菩萨 所以 阿弥陀佛在当中 观世音菩萨就是在阿弥陀佛的上手 那么大十字菩萨 那么称为西方三神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成为西方三神 那么当 我要跟大家讲故事了 当阿弥陀佛 当阿弥陀佛 为转伦圣王的时候 转伦圣王是他的一个称号 佛号 阿弥陀佛 在过去还没有成为阿弥陀佛之前 他叫转伦圣王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是 这个转伦圣王的一个太子 第一太子 你们都没听到我吧 是阿弥陀佛的太子 这都是有因缘的 在他们坐在后面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名字就叫不寻 不寻 寻就是木字边旁 一个寻问的寻 换个沿字边旁 换个木字边旁 那么当宝藏如来 为转伦王售祭之后 也就是说 当宝论宝藏如来 实际上是天上更高的 更高的意味道 他给等于用现在话讲 给阿弥陀佛售祭了 之后呢 那么不寻太子上前就禀告佛陀说 就是实际上进去跟那个佛祖讲 说什么呢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大家听好了 他说四尊 他跟菩萨讲四尊 今天我以广大音声 观世音菩萨讲说 今天我以广大音声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天所有的 我以所有的人的 这个广大音声 所有的人的声音 只要我听到这个音声 告知一切众生 只要你们听得到的 我就告诉你们 实际上就是愿力的所谓 这是开始 告诉你们 我所具的种种善根 观世音菩萨所具有的种种善根 大家听得懂吗 就观世音菩萨已经很善良了 他种种的善根 菩萨说 全都回向阿鲁多罗三秒三不提 阿鲁多罗三秒三不提 大家知道在心经里面有的 你们天天会念 那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求证于无上正等正觉 大家听得懂吗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就是没有顶的 叫无上 正等完全是正法 所以有一个叫正法如来 正等 正觉是什么 完全是正的觉悟 正的 我得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无上最高最高最高了 就完全开悟的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 碰到一个事情 家里碰到一个什么事情 马上就说 哎呦我明白了 我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他不要我管了 那你是短暂的开悟 见悟 有时候叫顿悟 但是真正的开悟是什么 完全看穿这个世界 完全明白了 人怎么来怎么走 人到这个世界上 到底是为什么来的 他全明白了 到了老了要走的时候知道 哎呀我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的 我为什么一辈子贪了这么厉害 我现在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一个都带不走 这就是正等正觉 就完全开悟的人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那个观世音菩萨继续说 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 这你们都听得懂 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原话 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准备出来救人的时候 他说若有众生 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 恐怖等事 或者退失了 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 也就是说 像你们现在都跟着台长在学佛 你们哪一天不好好学了 你们忘记了自己了 你们不学了 念经不念了 好了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说 如果你们退失了道心的时候 和力量的时候 堕落到没有光明的大黑暗处 也就是说没有光明了 因为你们觉得黑暗 黑暗实际上是什么 想不通对你们来讲就是黑暗 你想得通哪有黑暗 开心啊 哎呀很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想不通什么意思 想不通就是失望失落 就觉得黑暗了 我的孩子没希望了 我看见脑瘫的孩子 我觉得没希望了 我的女儿嫁了一个男人非常不好 我觉得没希望了 我觉得我生了癌症了 我不会有救了 这个就是失望 大黑暗处 所以菩萨当年 观世音菩萨讲话 就要大黑暗处 因为你没有光明星 所以如果你的身心不安 忧愁孤独 那在多少几千年之前 菩萨就说这个话了 贫困困苦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可以求救保护的人 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人保护 你们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 碰到很多麻烦困难的时候 你们找谁去说啊 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们 所以找不到救苦的人 所以没有依靠 你们没有依靠 没有乌舍 乌舍就是乌子和过去讲 故乌舍或者说舍 就是我的房子 住的地方叫舍 所以就没有乌舍 如果他能怀念着我 观世音菩萨 就是说你们能够想到 想到观世音菩萨 你们真念我的名号 你们能叫我的名号 观世音菩萨 而那个求救的声音 被我天耳所闻 就观世音菩萨的耳朵 能够听到 听到天耳所闻 被我天眼所见 就是被我的眼睛 观世音菩萨看得见 耳朵眼睛他都能看得见 如是一切苦难从生 所有的如是 大家念经的经常里面 不是有如是吗 如是我闻 对不对啊 如是一切 什么意思啊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 所有的那个 一切苦难的众生 如果我不能为其免住 如此的种种痛苦和烦恼者 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 如果我听到了 这么多人呼唤我 叫我帮忙 我不能帮助你们 免除如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者 终不成就 阿罗多罗三分三不提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把人救好了 我事不成佛 就跟地藏王普教讲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们今天说 我自己的孩子 我对他没希望了 你们父母亲 随之就是失望 陪伴了你们的一生 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孩子说 如果我不把你 不把你这个孩子 我教育好了 我就不在人间做人了 你要有这个信心一样 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救得好 你花出一半的信心来 我一定要让他考上 好好的学校怎么样 我一定癌症要把它治好 我一定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这就是一种愿力 这样的愿力的话 就是菩萨的愿力 就是我不成为正等正觉 大罗多罗三分三分提 的佛果 关西菩萨这个佛果我不要 你看看 对不对呀 所以 关西菩萨继续说 世尊 就是跟这位帮 阿弥陀佛 就是点化的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这个 那么 跟他讲 我今天 更当为了众生的缘故 就是说 我今天为了众生的缘故 缘故是什么 就是这个道理 我发起最上 殊胜的大愿 关西菩萨说 我发起最上 无声的大愿 实际上你们以后 许愿的时候 这句话可以用的 因为你们学关西菩萨 以后你们在关西菩萨 那里发愿的时候 如果用这句话 可能效果更好 就是说 我今 某某某 发起 最上 殊胜的大愿 就我发大愿了 我从今开始 吃全素了 你前面这句话 加进去 就非常殊胜 听得懂吗 因为你的话 接近关西菩萨 你的人 接近关西菩萨 对不对 你的行为 接近关西菩萨 那菩萨就很容易 听到你的声音 很容易听到你的 这种 所以呢 祈愿 祈就是日祈的祈 愿里的愿 祈愿 假使 当转轮圣王 就是阿弥陀佛 在西方净土安乐世界 就是假如 我期望 关西 那个阿弥陀佛 在那个西方净土世界 做完种种 诸佛变化 众生的圣事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 许大愿 我要给 有求 只要你在走的时候 能够成为阿弥陀佛 我就把你 接到西方净土世界来 关西菩萨就在边上说了 如果 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世界 做完种种的演讲的 演化人间的 殊胜的这些变化 众生的 就是帮助众生的事情 入于无余 涅槃之后 就是 进入了 进入了无余涅槃之后 也就是说 让所有的众生 全部得到开悟 涅槃实际上就是个开悟的意思 明白吗 所以我跟你们讲法 以后啊 你们年纪大了 我这里要是有个观音堂 包括观音村 我就每天给你们讲两个小时 你们自己 你们白天做稿 找课 下午的台当 或者晚上给你们开始 讲点这种故事 我年纪大 我也不能跑的时候 跟你们坐在一起 天天大家在一起多好 对不对 是因为年纪大的 而且呢 要当心 因为有的人呢 就是家里 如果有一个人走了 一个人在家里 会非常孤独 所以以后 活着的时候 要不会有自己 以后想 师父就为你们想 太长为你们想 如果有这么个地方 你看看这么多人 一起待会一起吃饭 开心了不得了 待会一起 大家下午年 小房子 帮助 有什么事情 一起帮忙 如果有个村庄 寄钱人的话 那你说你会孤独吗 你老半死了 你到里面去 你一会儿就会忘记 环境最重要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告诉大家 一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乃至正法 仍然往事时 也就是说 乃至等到正法 仍然往事时 就是正法 还在进行当中 就是还没有完全 得到正法 听得懂吗 他这个话 都是反过来 过去的文言文 反过来讲了 在初夜分 灭去之后 也就是说 在转换 初夜分 实际上是 上半夜和下半夜的 转换的时候 菩萨讲了这话 我即刻在其后的夜 夜里成就 阿罗多罗三菩萨迪 也就是说 我即刻就会 帮助众多的众生 成就他们的果业 佛果 明白吗 所以 正得无上 三菩萨迪 无上的佛果 继续度化 彼切的众生 也就是说 不管这个宇宙空间 这个世界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观世音菩萨 一直会度化 我们众生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观世音菩萨 这个愿力 很大很大的 所以哪位成佛的菩萨 没有愿力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就是现在能够 学佛 能够有改变 实际上 你们也是有愿力的 你们看看 你们付出很多时间 对不对啊 你们在家里念小房子 念锦 哪没有付出时间的 你们天天 有时候放弃了很多 打麻将 跳舞 看电影 看电视的时间 你们一直在 难道这个不是一种愿力吗 我要帮助别人 我要让自己的病好 实际上让自己的身体好 也是一种孝顺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父亲母血 肉是母亲的 骨头是父亲的 如果你损坏了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就对不起父母亲 所以你现在求菩萨说 很多人问我说 台长我们求身体好 是不是贪 我告诉你们 一点不贪 因为就是孝顺 想让自己身体好一点 就是让父母亲得到安心 因为肉体是母亲的 不是你们的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观世音菩萨的前身 早已经成就佛过 观世音菩萨的前身 因为他今生能够成为 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在这个宇宙空间 能够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早就是佛了 所以你们不知道的 到这里来做人的人 来救人的人 他一定过去神中有休 就像你们这么多今天来的人 你们说你们有没有佛缘 如果你们没有佛缘 你们会在这里念经吗 讲都不要讲了 你们磕头都不会磕的 心都不会承的 你们可以现在可以到 俱乐部去打造老虎机 真的 这就是因为有缘分的关系 因为你们还相信菩萨 还相信人应该有良心 人应该有点慈悲心 所以你们才会今天来学 你们相信 不管碰到什么问题 我心都会能够修好 我菩萨会保佑我 是这种概念 观世音菩萨呢 过去的名字叫正法明鲁兰 他的名字 过去名字叫正法明鲁兰 那么后来呢 他以菩萨的身份 成愿再来 大家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 到人间来的时候 做妙善共诸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是菩萨 他成愿再来 我要救度更多的人 我要让更多的人开悟解脱 所以我到了这个人间来救人 都是这样的 所以普度众生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大原理 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当中的古佛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 有人称他叫南海古佛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当中的古佛 很古很古 也就是说实际上 过去讲很古很古是什么意思 人家说 哎呦你这个人是老前辈了 你是最老最老的老前辈了 听得懂吗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他们教化 和菩萨莫合杀 camar 教化和菩萨莫合杀是什么意思 就是教化众生 沫合杀就是正在努力 正在成愿 正在发分修学佛法的人 观世音部叫做无穷无量 无穷无量是吧 也是这么多的人 我要好好地教化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从盘古至今 也就是我们说开天辟地 就是盘古至今 因为天上在盘古还没有开天辟地之前 天上早有菩萨 所以他们下来之后 在法界宇宙的无数的银河系当中 我跟你们讲 所以这个无数的银河系是什么 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2500年之前 他就看到了整个宇宙空间 很清楚这个宇宙空间当中 佛陀曾经讲过 有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 就是有三千个小星球 各种各样的星球 大家真的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星球 就像英国的天文学家霍金 他讲过一句话 他知道宇宙空间 非我们一个地球 他就说 不知道有多少个星系 也就是银河系 太阳系 每一个系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宇宙空间的星球 所以像这些东西 就是培养出数不尽的 菩萨摩霍河河河 也就是说 已经在这些星球里面 有不知道多少菩萨在我们人间 也就是说 在我们现在身边 所以台长为什么有时候给你们看图层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过去都是人下来的 你们有些人知道自己是菩萨 良心很好 但是看看你们现在想不想菩萨 贪臭臭 为了一点点自身的利益 什么都忘记 什么都不满意 动不动就要贪 动不动就要跟人家争 看不起别人 自己不懂还看不起别人 不愿意听人家的意见 不愿意听取人家的 各种各样的 讲的理论意见 而且不懂还要乱讲 你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 撒谎吹牛 这些已经离开了菩萨了 所以在菩萨说 因为在过去的神中 已经培养出这么多的菩萨摩河河 大家都在努力成为佛果 明白吗 所以 那么成就佛果 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 在时光世界当中 我们就是成就了 十方如来之时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拥有菩萨的智慧 和菩萨的能量 成为在宇宙空间当中 指导和学习佛法的老师 十方如来的老师 所以不要看不起人家 每个人都有本事 他这方面不懂并不代表他那方面不懂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三人之中必有我师 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师 好好跟人家学 不要跟人家争斗 做人不要更高我慢 觉得自己功高我慢 我有功德了 我是怎么样 你不知见 我们在人间因为丢失了我们的本性 所以我们在人间就像一个威城一样 所以菩萨在经文当中经常讲到威城 威城什么意思 就叫威城 一淡就淡掉了 我们在人间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很小 很渺小 我曾经在新西兰开始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事情 后来他们那个霍议员 他们的一个议员 这个议员是华人一个很厉害的议员 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拿着金刚经宣誓成为议员的人 因为在新西兰也是英联邦国家 他们都是拿着圣经的 他说我是信佛的 他说我宣誓 我拿着金刚经宣誓 他非常喜欢台长 他跟台长谈得很深 好几次 他跟台长说 台长你讲了一点 让我真的收益费钱 他说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 很大 他说你说了 一个人坐在汽车里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大 他坐在那个漂亮的那个披沙发 看见那个上面的镜子 变上各种设备了 觉得自己很大 我告诉他 飞机飞离人间的时候 飞离这个地面的时候 飞得越高越高越高 到最后 你以为在你的汽车里你很大 实际上天上的菩萨看你 就像蚂蚁一样 到了最后连蚂蚂都不如 就一个威城 听得懂吗 所以过去皇上 为什么下面的大臣跟皇上讲 骑兵皇上 威城 威就是很威小的威 城就是一个城 就是君城的城 他的意思就告诉你 我非常渺小皇上 很客气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 大家要学 不要自己上师自己不懂学佛的好机会 真的 要好好学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正法名如来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 正法名如来 观世音菩萨为了帮助众生解脱骨骸 他是带来行因 你们知道什么叫带来行因吗 行因是什么 就是他把这个因果因果 因为不是你造了因 还会有果吗 因为你今天吃苦了 不就是因为你自己骂人吗 人家打了你 你不吃苦了吗 行因是什么 我把你的因啊 观世音菩萨行因啊 我把你的因啊 来动 行啊 就是行为 动 来动你的行 行为的因 也就是说 我把你的因来改变 实际上就是动你的果 因为我不能动果 佛菩萨都不能动的因果 明白了吗 但是菩萨可以行因 比方说 你们夫妻两个吵得一塌糊涂 菩萨说 我不能改变你们两个 已经成为夫妻了 不能把你 叫你们离婚 但是 我可以 叫你们两个 越来越好 听得懂吗 就是这样 所以叫行因 那么 观世音菩萨有个叫 道驾慈行 你们都知道 道驾慈行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往前走 慈行不度 往前走 对不对啊 道驾什么意思啊 我们有时候 做人往前走一走 是不是要看一看自己走的路啊 对不对啊 你有时候为了往前走 你是不是车要往后倒一倒啊 对不对啊 菩萨从天上下来 实际上是到的 因为菩萨已经在天上 已经修成天了 他下来不是到吗 他帮着我们驾驶的这个航船 叫道驾慈行 所以这些问题 平时你们都听着 法师都讲过 你们不知道里面真正的这种道理 所以这些道理对你们非常非常有好处 我可以告诉你 我要讲的话 我就讲很多 几天几夜几个月 我都讲不完了 真的 平时只有一些弟子啊 可以听听讲讲 实际上这些道理要深入我们的心 我们会明很多道理 有些时候 明明知道这个因和这个果了 你还要去碰这个因 我举个简单例子 知道夫妻两个天天吵架了 这是过去我们两个人 燕结造成这个果了 那你今天还要吵架 你不是加重这个因吗 你接下来的果就是离婚了 对不对啊 所以不要去把这个因啊 再去做 所以菩萨说 带果行因 什么意思啊 带了这个果 我告诉你啊 你看看你已经要离婚了 你不要再去讲人家不好了 否则你还会叫带果行因 因为你不讲人家不好了 接下来你离了婚的人 也不会再来讲人家不好 你知道很多人以为离婚了 我终于松了口气了 接下来烦恼更多 你们知道什么烦恼吗 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法律 是孩子 一二三四五给妈妈 六天给爸爸 我认识一个人住在奥运村的 他就告诉我 很清楚 他的妈妈看孩子 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只要他爸爸带回去两天 孩子回来 一二三 都不会拆他的 因为爸爸在孩子面前 把妈妈讲得一五十出 然后呢 等到妈妈 每天对他好 对他好 等到星期四 星期五的时候 孩子终于缓过来了 对妈妈好一点了 跟妈妈讲话了 爸爸礼拜六 礼拜天又带去了 给他吃 给他玩 对他好得不得了 最后呢 你应该解决 你应该解决根呢 根是什么 知道吗 根就是说 我们因为过去两个人 不注意孩子 我们因为过去 一直不顾孩子 只顾自己 所以我们造成了今天的矛盾 我们不能再伤害孩子 到今天了 已经离了婚了 还要在孩子面前找婴 孩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爸爸不是东西 妈妈也不是东西 所以到外面去找 乱找朋友 叫很多人 就是这么走坏路的 所以要懂得婴果 所以佛法当中 讲的就是婴果 所以台长 希望你们 观世音菩萨 就是因为 带过行婴 帮助众生脱离 所以他成了 观世音菩萨 所以一方面 观世音菩萨 化身千万亿减 就是千百万亿 他的化身有千百万亿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很多人说 观世音菩萨 我叫他 他怎么会来的 人家观世音菩萨 举个现在简单的意思 人家用不完的能量 你听得懂吗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太阳不就一个吗 如果太阳是观世音菩萨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太阳的光 永远不会散去 我拿面镜子 借着观世音菩萨的光 我再照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人在拿面镜子 在照 你说这个光 是不是千万亿 千百万亿 不会断掉的 不会没有的 太阳永远没有落的 它不在澳洲的时候 它在其他国家亮的 我们不要以为 澳洲暗的时候 就是没有太阳 你就是白天太阳 在澳洲的时候 你有时候把窗帘拉上 你也看不见太阳 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很多的孩子 一辈子就是误导 被爸爸妈妈误导 因为爸爸妈妈 是生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它是肉身 它没有慧命 它没有智慧 想想看 多少孩子 不是被爸爸妈妈害的 我们自己就是受害 真的 有一个听众告诉我 他爸爸讲了一句话 害了他一辈子 不卖账 碰到什么事情 不要买人家账 就要坚决斗到底 最后被人家杀了 我讲给你们听 都是这个道理 好人不一定做好事 好心不一定就是好人 像电台里背景音乐一样 讲一讲来点音乐 讲一讲来点音乐 也搬好听 台长就放得开 而且这位还不停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自己 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方面是化身千百亿 另外一个是度一切 国土六道 也就是说 只要在六道里的人 观世音菩萨都度 你想想看 观世音菩萨多慈悲 你们知道最下面是哪里 地狱 地狱那些鬼 恶不恶 做坏事 你们在人间 有时候人家欺负你 你恨不恨 你骂他 你要下地狱的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连地狱的 他都要度 我们骂人家 下地狱 观世音菩萨跑到下面去度人家 境界差多少 有一位听众 他就是学佛 你知道吗 他自己看到他的前世 他在天上是一位菩萨 活发神 他在天上就是批 把谁带回来 谁带回来 谁要下去 谁要上来 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看到他的前世 因为他有一天在批的人 批这个人 批那个人 那个人应该批他死亡 但是他一看 这个人有一事 欺负过他是他的老公 他一生气 从天上一脚 就把他踹到地狱里去了 就因为他犯了这个戒 偷生到人间 做女人 所以我不是说 女人也总会比男人重一点点 因为女人瘦得苦多 你想想看 短短的一个事情 就说明人不能自己 凭着一股力量 我一定恨他 菩萨连六道众生都要救 你们知道吗 那个地藏王菩萨 哇一阵阵的水果香 那个地藏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不把地狱里面的恶鬼 所有的鬼救好了 我事不成佛 菩萨多好 对不对 你们也取个愿吧 我不把家里的人 度了让他信佛 我事不成人就可以了 做不到吧 你想想跟菩萨超多远 有些人说 我不把自己度好了 我事不成人 都很难了 何况要救家里的人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要学菩萨 就学这种高境界的东西 这观世音菩萨 你们看着他真的很慈悲 真的 所以呢 师父太长告诉大家 那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 他无煞不现身 无煞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煞就是一个结了 他不现身 就是说有一个结到了 菩萨下来救了 救完了之后 他最后会现个身 我待会讲几个 观世音菩萨显灵的小故事 给你们听听 就当地 为什么会成为 那个地水观影的 对不对啊 很多 几个小故事 短的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还要让你们讲讲 座谈会不能听我一个人讲 对不对 大家谈谈 所以呢 那台长告诉大家 那么 然后呢 就是 观世音菩萨就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好的 因为他是叫 千处祈求 千处一 也就是说 你有一千个地方在祈求他 他一千个地方都会答应你们的 那么最后呢 身菩萨能救一切苦难 也就是说 最后观世音菩萨成为这个 菩萨的身啊 能够救一切的苦难 听一切世界声音 观世音菩萨没有一点怨卷 你们听得懂啊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们你们听声音 听到后来讲了 烦不烦啊 老公 你还当时爱他爱他 不得了 讲给他呢 现在他在你边上 哒哒哒哒哒哒 讲你烦不烦啊 观世音菩萨 你们说 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我 我苦啊 观世音菩萨没有厌卷了 你再怎么讲 他就全部听进去了 你不要说了 真的 我们电台里 节目主持人声音再好 听一会儿了 他关掉了 不听了 没有办法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慈悲心 所以你们只要有苦难 他不会愿见 这是观世音菩萨 而且他不止奔波 毫无怨言 就连他的眼泪 也化成了21度 度母 所以你们都只听到 有其他的法门讲到度母 对不对 实际上度母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眼泪 下来 跌下来 就是一个度母 就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佛 菩萨 所以你们要听 听师父讲这些东西 很精彩的 我真的觉得时间少 我真的很希望多有点时间 跟你们讲一讲 时间很精彩 以后你们把这里当高两成 饭都准备好了 你们就听 听完了过去吃吃 对不对 多好 开开心心 天天无忧无虑 走走 什么房租也不要付的 水电也不要付 在里面住着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正是晚年的极乐世界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观世音菩萨 他是这样的 慈悲智慧不可惜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是没有办法讲的 他的智慧 度人的智慧 也是没有办法讲的 就是没有办法讲 这个人 我的儿子聪明的 没办法跟他讲 因为你不懂数学 对不对 你英文不懂 所以你没办法去跟他讲 对不对 现在是人跟人 饿到最后 哎呦 我没办法跟他讲 那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正能量 一个是负能量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就是 如果有一个众生 没有成佛 观世音菩萨 这一重誓言 就说只要一个人 没有成佛 观世音菩萨说 我发誓 我决然不会成佛 他说他就不成佛 实际上这是菩萨的誓愿 但是你说 观世音菩萨是佛吗 那早就是佛 也就是说 他因为这种佛 他才会有这种誓愿 你们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 希望你们 一定要懂得 观世音菩萨 因为在 无量节以后 也就是说 无量节就是 过去了很多事当中 不过很多事 就是比方说 又一事几千年之后 无量节以后 阿弥陀佛灭度 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 阿弥陀佛灭度 也就是说 这个西方基的世界 西方国土 如果正法无人护持 西方国土正法无人护持 观音菩萨就会在当日下半夜 成为西方基的世界 没记得过吗 我告诉你们 所以为什么 你们现在学习的 把门跟着观世音菩萨 一样到西方基的世界 这个就是 所以师父这些东西 不是自己编出来 那我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告诉你 以后要跟着观世音菩萨 好好修 真的功德无量 前途无量 真的 法力 各方面都是无量 所以 观世音菩萨就会在 当日下半夜成佛 名号 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所以告诉你们 运持西方极乐世界正法 也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会在西方极乐世界 运持这个正法如来 所以告诉你们 观世音菩萨本觉妙心 本觉是什么 他自己 妙心 观世音菩萨的心最重要 所以修心修心 最要紧的是修自己的心 与如来佛同一次力 如来佛同一次力 也就是和如来佛同样具有一个慈悲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如来佛力量 慈悲的力量 打得不得了 观世音菩萨不像跟他一样 所以又下化众生 下化众生是什么 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能量 增加自己的次力 必须要去救动众生 一个人不救别人的人 他不会有能量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 下化众生 为当一切众生 同一悲养 养就是单地人 敬养的养 悲养 什么意思 就是 与一切众生 同一悲养 就是你们 如果感觉到很苦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跟你们一样 很苦 当你们感觉到自己 很快乐的时候 菩萨都会很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学佛学霸 如果我们觉得很快乐 菩萨就会快乐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 家里真的很苦 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 你记住 菩萨一定会难过 就是这样 举个简单例子 妈妈 看着孩子受苦了 孩子 就算离开了妈妈 不在妈妈家里 只要他们一对夫妻 经常吵架的 妈妈 虽然不在他们家里 妈妈就没想过 孩子是不是又在吵架了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自卑心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告诉大家 自己身同众生 就是观世音菩萨身体 跟众生一样 跟你们是一样 菩萨就把自己吓到这么低 跟你们都是一样 帮助释迦摩尼佛来哄法 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来 实际上是帮助佛陀来哄法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世间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都是大菩萨 人家哪像我们这么小气 很多人小气得不得了 真的放了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生气了 实际上不是菩萨生气 是你生气了 你觉得我过去 一直供这种菩萨的 突然之间我请另外一种 观世音菩萨 哎呀我这种菩萨会生气吗 菩萨怎么会生气 他生气就不会成为菩萨了呀 你们听得懂吧 小孩子不开心了 小孩子生气 大人怎么会生气 因为他是大人 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呢 又帮助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 观世音菩萨一个下滑到人间 就帮助阿弥陀佛 而释迦摩尼佛又在 阿弥陀佛帮助极乐世界说法 为一切众生说法 为所有的众生都在说法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是 非常非常自卑的一个人 你看台长很认真的 跟你们今天讲这个事情 我都是有准备的 观世音菩萨叫大雄愿力 无边无量 跟你们讲了 你们不到庙里去吗 不是有个大雄宝殿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了 大雄是什么 不知道 大雄宝殿 为什么叫宝殿呢 我一个个以后都讲给你们听 我一个个把以后你们过去学的东西都告诉你们 让你们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学佛 学法 跟着人家 什么都不懂 那就叫迷信 听得懂吗 迷就是我迷进去了 信 我只信 我不知道原理的 叫迷信 要懂 大雄 实际上 就是雄伟 宽大 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愿力 明白吗 所有的菩萨 在这个宝殿里面 全部都是有大愿力的人 叫大雄宝殿 你们到大雄宝殿去看看那些菩萨 厉害吗 都是有大愿力的人 明白了吗 所以告诉你们 都是无边无量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一生都在为众生奉献自己 对 观世音菩萨永远在奉献自己 一直在奉献自己 至今所以才被崇拜 想一想 我们过去崇拜过很多人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流行歌手 崇拜很多的自己所喜欢的人 但是想一想 几年之后你就不会崇拜他了 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几千年了 到今天大家都在崇拜他 佛陀多次说到观世音菩萨 与众生说破世界的一大应援 就是释迦牟尼佛经常好几次说到 观世音菩萨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因缘 他说所有的天龙贵生 乃至六道中的苦难众生 若能闻你名好 就是佛陀跟观世音菩萨讲 若能闻你名好 观世音菩萨在那边前面 若能闻到你的名好 然后获见你的形象 或者敬仰赞叹你 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 无上道是什么 就是潮脱 明白吗 就是至少在三善道以上 三善道就是天道 人道 阿修罗 三善道 所以你只要尽量观世音菩萨 你只要叫观世音菩萨名字 你就能偷到善道里去 甚至更上的叫无上道 因为下面有一个截止 比方说到人道为止 三善道 上面是无上的 永远不止的 所以呢 你看看天龙也是会观世音菩萨 或者鬼神六道 苦难众生 他说了 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 且必或不转退心 而且必定生出一个不退转的心 大家知道什么叫退转心啊 你们学佛学到后来有时候会退转的 早上跑不起来 念经念的时候 嘴巴说 唾沫干了 念到后来说 哎呀 怎么搞的 不灵吗 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怨力不够 对不对啊 就你经常叫叫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会给你一个不退转心 听得懂吗 等到自己 哎呀 观世音菩萨我累了 我怎么爬不起来 我怎么还不灵呢 观世音菩萨你叫好了 听得懂吗 我曾经听人家说过一个小故事 人间的故事 说妈妈天天在叫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个小孩子就跑到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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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叫 妈妈叫的时候 妈妈就说 哎你烦了 叫我干这么多干嘛 哎妈妈 我叫你这么多烦 你叫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烦不烦 他是用人间的想法来看菩萨 菩萨不会烦的 从不厌倦你们呢 你们虽然这么坏 菩萨不会把你们当成坏孩子 听得懂吗 所以呀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因为佛陀接下去又讲了 讲了那个等到 佛陀接下去讲 那个 常生人道天道享受安乐 就是说你只要经常教官 听不上名字 常生人道天道享受安乐 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是等到你因缘成熟了 会遇佛受祭 受祭实际上就是 涅槃就是给他一个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给他一个大价值吧 就是帮他成佛 明白吧 实际上就这个道理 他日必将成佛 就是说只要菩萨给你价值 你一定能成佛 今天我们经常教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让我们成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观世音菩萨有人类的仁慈 又有天上的慈悲 所以观世音菩萨连佛陀都讲过一句话 是什么 佛陀讲过 观世音菩萨是众位菩萨当中的最慈悲的榜样 所以你们要学慈悲就学观世音菩萨 大家知道 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受到我们这么多的敬仰呢 就是在这个道理当中 所以呢 跟大家讲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 这世观世音菩萨有一次在人间 在中国 祝庄王有第三个女儿 叫妙诀 妙诀 她从小就是赤赞幸福 她许愿了我一定要出家 那个祝庄王就非常生气 过去你知道这种黄啊 说王啊很厉害啊 她一看这女儿怎么这样 她就很生气 她就说呢 叫她拿把剑给她 你自己把自己自杀吧 吃她就是自吻了 所以呢 那个谁知道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拿了这把剑之后呢 这个剑呢断成千断 就千结了 啪啪啪啪啪 把剑自己马上断掉 你看到布萨到底啊 所以呢 这个父王啊 这个父王啊 他这个父王很厉害啊 又把他闷死了 你想想看 把关世音菩萨给他闷死了 哎呦 你们这个人坏不坏啊 但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后面 你们就要听菩萨这么自卑 你们听啊 然后呢 闷死之后呢 让他的灵魂还要入地狱啊 厉害吧 然后呢 地狱的那个 地狱的阎王啊 马上让他复活了 让他复活 让他复活 所以你们 我们在澳大地亚不是有复活界吗 所以要复活是什么 就是灵魂复活 肉体死了 人灵魂复活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讲了讲了 我就把那些道理啊 这些知识都讲给你们听 然后呢 那他复活在浙江省杭州湾 土多山附近的一个 水池当中的莲花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 这个在 普陀山是他的道场 然后让他 在这莲花上的从此呢 还是观世音菩萨 就在莲花上 在山上 就要普渡众生 他就普渡众生 然后呢 他的行善天下 就只要在天底下的人 观世音菩萨都帮忙 行善天下 凡是天下的人 所以人们呢 就称他为 是观音菩萨 当时是称他 观音菩萨 大家知道 所以普陀山呢 也就被 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圣地 成为 这个 四大 这个佛教名山之一 所以到普陀山的人呢 实际上是 观世音菩萨到场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呢 那个楚相王呢 他呢 楚相王呢 他就垂危之际呢 因为他身体不好 他要死了 要死的时候 你知道观世音菩萨 是怎么救他的 我把故事又还过来啊 就是在这个故事之前 又还过来之后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不计父王的 这种 对他过去的不好 你知道吗 因为他听 就是菩萨家 就是说 要救他的 救他的爸爸的身体啊 要 把他眼睛又挖出来 再砍下他自己的双臂 做药影子 给他爸爸吃 才能救他爸爸的命 你看看 慈悲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些故事 千古流传了 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看 我们现在为父母亲 可以做点什么 买棉牙 当然有点事要买最便宜 真的 最好买八宝钱一盒的 真的 要为父母亲多做点事情 所以啊 他为了救活父亲 就这么做成药丸 结果呢 祖庄王 就命令天下的能功巧将 天下的能功巧将 就是给他的 要做一个全手全眼 也就是说 把观世音菩萨的两个手啊 要做得像原来一样 眼睛呢 也做得一样 没想到那个木匠啊 耳朵不好听错了 哦 全手全眼 千手千眼 他就做了一个 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才成为一个 千眼的观世音菩萨 这是当时在人间的这个故事 大家听得懂吗 跟师父 跟台湾讲话开心啊 开心啊 讲给你们听啊 所以我们告诉你们 你们要知道 其实观世音菩萨 不但佛教敬拜他 连中国的道教都敬拜他 你去看 道教里面都共观音 对made 所以到了后来啊 连道教 连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你共了一帧 观世音菩萨 你就是共了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十方 十方那个叫叫什么 一切祝佛 想想看 所以你家里其他菩萨不供 我就供一证观世音菩萨 你都能解决这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 还想听几个小故事吧 想一想 讲几个小故事 因为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之后 他以不同的法相出现 不同的法相出现 不同的法相出现 有一天 大家知道有一种观世音菩萨叫水月观音 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在当时的孤苏城 大家考考你们孤苏城哪里 真的 历史学得这么好 孤苏城 因为他看到当时苏州那个地方在打仗 而且有数十万的百姓遭到精兵的杀害 大家知道当时精兵 净犯 所以 观世音菩萨心生慈悲 观世音菩萨很可怜 哎呀 这么多的人 他为了要解救这些冤魂呢 观世音菩萨就化作一个类似美丽的夫人 这些菩萨化成一个夫人 他跑到这个手持杨柳净贫 他呢就用石头堆成了一个高台 在那里呢准备操堵 因为有一个高台 那么就很多亡魂就会来 所以我以后告诉你们 就说家里啊 在外面啊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 在家里后院里啊 堆一个土堆 听得懂吗 你只要堆一个土堆 或者你家里啊 放一个什么东西怪怪的 没有人去的一个桌子 一直空的 上面没有放东西的 就会有东西上来 听得懂啊 所以你比方说家里后院里 千万不能弄一块什么土堆堆起来 那你们都知道像坟一样 对不对啊 那坟里面就有鬼魂了 这种东西都是招魂的 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就在那里做 做了呢就念一千遍那个大悲众 观世音菩萨在念大悲众 所以你们知道大悲众很厉害 是帮助众生的 然后呢他就用金瓶水撒干露 把那个水啊都撒上去 撒向空中 然后他擦好羊肉继续念 当地的百姓呢觉得很奇怪 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那里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在嘴巴里整整有字在念 然后呢不停地在撒干露 那么观世音菩萨看见了 就这么多人 他就跟你们说 跟他这些老百姓说 你们今天受到惊人的欺负 然后呢有数十万人冤死 非常可怜 这些亡魂呢 他们到不了三界 不守六道不管 都是亡魂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一个人地不管你们 那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死掉的人呢 他属于没有地方去的 你知道没地方去到那里吗 就是冤魂到处跑的 还有亡魂 还有一种地方 有地方去的 已经算很好的 那就是叫望死城 望死城里面堆满 就是不该死的死掉了 所以贡业很麻烦 一个地震走的时候 你说地震里面走的全是坏人吗 那不可能的呀 很多好人 听得懂吗 叫望死城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就要说了 那么多的人 我放咽喉糖的时候 你不要拍啊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说 望死城了 那么我今天来到子弟 帮决心的要超度他们 所以呢 我发愿了住一个台 经过四十九天 所以你们现在都知道 过去谁都不知道 四十九天什么 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些流传下来 说四十九天 我呢 用羊柳 然后念经超度他们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四十九天之后呢 菩萨呢 在诵经期嘛 很多人就围过来了 一到四十九天 看这位夫人在里面 到底怎么样接受 怎么样做法事 大家都围在观世音菩萨边上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 悟出来了 哎呀 会不会这夫人就是观世音菩萨化神啊 他马上就问观世音菩萨了 他走上全去说 我听说观世音菩萨时常云游人间 常常献出宝像 不知今天我们是否有福气看到菩萨的真身 观世音菩萨听他一讲 这个人胆子蛮大的 然后观世音菩萨 看着他一讲之后 菩萨就说了 往手指的那个方向 他说 他说你们看 我可以 我就在河那边 所有的人全部往河上一看 观世音菩萨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之后 所有的人一看观世音菩萨站在那里 而且一轮明月特别漂亮照在那个上面 然后再回过来 看观世音菩萨站在那个夫人不见 所有的人马上跪下来 跪下来之后 有一个画家 特别当时在当地特别有名 他就记下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 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画 他叫丘子茜 那个栗子边旁一个经叫什么 栗子边旁一个清 清朝的清 丘子茜 这个人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画家 他马上把观世音菩萨像画下来 画下来一张一张传树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根据他画像 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样子 所以到今天 我们才有一个叫水月观影 观世音菩萨献了三十三身 那个法像里面有个叫水月观影 好听吗 再来跟你们讲一段 再跟你们讲一个叫三面观影 观世音菩萨有三面像 你们应该都听到过了 你们帮我计算时间 有时间吗 哎呦 哎呦 讲了太多了 那算了 挑一个短一点的架 还要很扎言 讲一个严命观影 你们想严命的 很多人想严长寿 我应该今天还有很多观影 就是一夜观影 这个严命观影 先跟你们讲严命观影 就是在太昌民间流行的一种怪兵 没有药可制的 没有药可制的 那么民当中 老百姓当中苦不堪言 没人知道好 观世音菩萨呢 就听到之后就化成一位叫赖头和尚 所以观世音菩萨经常化神的 他化成一位赖头和尚 他呢就去给大家呢 做了一种药 刚开始呢 百姓呢 就不相信 结果有一位 奄奄一息的 老妈妈呢 喝了这个赖头和尚 用叫吃怪柳 吃怪柳 就是当时的一种柳叶 煮的那个药之后呢 他奇怪的病呢 就开始好了 所以老婆婆呢 就奔走相告 见见人们的怪病呢 在这个村上里 全部痊愈 正当人们要感谢 灌头和尚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显现正胜 身体真的 观世音菩萨就显出来了 而且是驾云而去 驾云而去 他就知道 很多看电影的时候 西游记不是吧 哎呀观世音菩萨一显化 连生悟空都看不出来 他是观世音菩萨 结果一看观世音菩萨 徒儿好之为之 怕飘走了 谢观音 对不对 就是怕走了 驾云而去 所以呢 那个当地人们呢 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 他就塑造了一种叫 手吃怪流的观世音菩萨 供奉起来 供奉起来 所以 很多很多故事 我准备了很多 本来呢跟大家讲 实际上跟台长讲故事 是不一样的 因为台长讲故事 是完全是 因为我有这个 这个神通 所以我可以讲的时候就可以跟过去 可以连起来 所以你们听起来就不一样 真正找个讲故事的人 他讲不出里面很深的含义 所以希望你们呢 好好地跟着台长一起修心 有时候要放开自己 真的很多啊 还有和长观音 所以这和长观音你们知道 就是和睦啊 你们不懂啊 一和长这个人不会吵架啊 你们不懂啊 你跟老公吵架的时候 为什么吵不来 你不是这个东西 听得懂了 这都有道理的 所以为什么叫和长啊 和长就是和睦啊 和谐啊 所以这些我不讲啊 这就是很多人学播学半年 跑苗里磕头啊磕头 他不懂这些道理 但是呢 有缘由的 想听吗 没有 要抓紧 五点钟之前一定要解锁 大家还要吃饭吗 那个乡城在湖州啊 在湖州 中国湖州啊 有一个邻居 一对邻居 一个是中木匠的 一个是中国书的 两个人呢 哎呀 吵得一对冤家 整天吵架 吵架呢 因为他们前世啊 前世呢 因为挨得太近了 这个木头啊 和水果啊 他们自己呢 在屋子里的面积 为了这些面积 经常吵架 因为 因为 观世音菩萨 观他们前世的因缘 所以菩萨下来点化他们 观世音菩萨怎么点化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呢 就是 化作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来教化他们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 你们在生活当中 你们有时候看见 这个人 那个人 你不要把他当土同人啊 有的人就是菩萨来世啊 你骂了他好了 骂菩萨了 所以不要轻易骂人 尤其现在的小孩生出来 他很有福报 你骂他 骂小菩萨 但是小孩子骂老人 那更不好了 骂老菩萨 对不对啊 所以要尊佑 尊老爱幽 所以这个人 两个人呢 观世音菩萨花作一个 很有钱的人呢 他就买了 那个 程老汉 很多的木材 他做木匠的 买了很多的木材 然后呢 很便宜的就卖给这个木匠 木匠啊 开心啊 然后呢 又花钱请了张木匠 介绍很多亲戚 他就叫这个木匠啊 我给你 花钱很便宜卖给你 然后呢 你多找一些亲戚朋友 去买他水果 你听得懂啊 结果就去 大家都去买老汉的水果了 那么 渐渐的两家呢 就有人来往 因为他的亲戚 所有的都去买他的水果了 开心啊 你家的亲戚来 我跟你关系不好 你们以后都可以用的呀 如果你们 感情不好的话 你找你们家里的人去 帮他做生意 他马上就会对你好起来了 就这个道理呀 所以两家的来往 以前的隔阂呢 也慢慢的消除了 成了雨水之轻 两个人越来越好了 人间的 人间的这个东西 所以 谁都需要 谁 谁都离不开谁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就献出的 献出的像 观世音菩萨最后献出的像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 观世音菩萨是什么目的来的 最后献出像叫合掌之像 所以观世音菩萨献出了合掌之像 就是教化人们要和睦共济和谐相处 就叫大家要好 所以你们去看好了 吵架的时候 眼睛一瞪这样 你这个你还能骂人吧 你告诉我 骂不出来了 大家听得懂吧 希望大家好好在学佛道上 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 今天呢 我们也有两位 我们的听众 谈谈体会 然后呢 大家还可以留些时间 给大家自由讲两句 好吧 那么 太长就讲到这里 谢谢 非常感谢 陆君宏会长的慈悲开示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王老师 大慈大悲 如君宏会台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 因为六月十九号 是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成大日 也是佛教界 重大的经验日 佛教认为 此日念佛 诵经持重 放生 具有大功德 因为观世音菩萨 为救众生 肯定 甘愿蒙回入世 三立三结 以三十三化身 度化妖魔 消灭众生之苦 所以苦为民间处存 性供奉 也因观世音菩萨 身为救苦救量的精神 使其成为慈悲 使其成为慈悲的化身 而与大四智菩萨 同为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之左右显示 自称西方三圣 各位佛友都曾有过大大小小许多灵念的事迹 我仅将我有缘得到观世音菩萨开示 我心灵的对话及自己的感悟给大家分享 念菩萨醒年开示 有一天我做早课 念完大悲咒 请求菩萨治我大悲水时 我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过 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身体健康 医治我的头疼耳鸣喉咙痛 感觉是脂肪肝胸部脑肿根等的病痛 讲完后我突然想到 我一顺口就要求这么多真是不好的意识 就对菩萨说 对不起啊 我是是要求太多了 我只是想着 我身体健康了 才能让更多人相信菩萨 好好的念经 不知不觉就从头说到脚 没想到我却看见观世音菩萨没有不开心 反而笑着十分开心 接着突然有一个声音 好像来自遥远空旷的天际 道是我说 大杯水不但可以治疗肉体的病痛 更能洗敌心灵 记得就像卢台长提过的 菩萨对他的开示时声音就像从浩瀚宇宙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一样 听到菩萨声音顿时心有所顾 菩萨是要众生放下贪 真吃 不要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三毒的蒙蔽 遭受许多烦恼而不得解脱 使人沉沦于生死返回 与观世音菩萨的心灵对话 有一天早上约六点多 我梦到我去一家店里面剪头发 那位法型设计师说我的头发有点怪味道 说不会吧 我说不会吧 因为我一天都洗头了 剪完头后我拿了一百元 奥元副帐 未收银人员竟然跟我说 刚好不用找了 我说怎么这么贵 但是剪都剪了只好认了 上午做早课念经时 我请示菩萨说 精神我做了一个剪头发的梦 是否表示我把我的烦恼都去除了 但是为什么头发会有怪味道呢 菩萨直接用意念跟我通通说 这是因为上面还有同座位 舍不得钱 花了钱什么烦恼就没有了 我心想菩萨知道我这几天 为了金庙太贵了 犹豫者要不要去参加 有心兰 奥克兰的法会正在烦恼着 于是我接着用心灵与菩萨会话 我问菩萨 若钱花完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 菩萨回答我说 命理有时当需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我又问菩萨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命理有钱或没钱 想要知道一下应该也不算有错吧 结果菩萨笑而不语 我接着继续念我的经 过了没多久 菩萨又说功德自有成 我接着问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去做功德 自然会有福报是吗 菩萨老头微笑着 菩萨是要我们每天念经修行 集发自内心的去形上作人 这些都是大功德 就能得到人天福报 不必烦恼与强求 感恩塔斯大悲 关心菩萨的慈悲开始 菩萨真是一位大智者 宗教的和谐 有一天早上做早课时 我看见一尊白衣观世菩萨 在右腰界的下面 有一个白色的突出物 我心想那是什么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白色的翅膀 然后看见一位小天使 慢慢地从菩萨的身后走出来 再往左边 看见一位穿着小 肚兜的小男孩 站在菩萨的左前方 原来他们在玩装衣场 过了一会儿 出现了一位同样穿着白色长袍 瘦长高大的西方男子 看起来就像我们所赠的耶稣的样子 在教外想天使回家 我想东西两方 怎么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 于是想到用意念学问菩萨 菩萨校园 在天上所有的神佛 原本就是一家 和目相处的 只有我们在人间才会将其分得那么清楚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法能 不分高下优劣 仅仅找出适合你自己的法能力能精进 早日学佛 物道超多轮回 我们常听说六道轮回 就是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前三道称为三圣道 后三道称为三恶道 但因天道和阿修罗道的福报最好 享乐又过太大 难以尽心修行 而且因他们的福报用尽 下一生都会投身于三恶道之中 只有我们人道 有苦和有乐 最适宜修持佛法 在偶然的经缘里 无看尽一句话写着 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经闻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代何此度此生 这正是最好的行造 这里所谓的生 是指身体有肉身 我们今世能同身为人 表示前世我们都有修行或行善 更是要有缘分 才得以听闻佛法 许多人一辈子 闻闻恶恶地虚度了一生 而无缘接触佛法 我们既然修到了这个肉身 又得以有缘听闻佛法 若我们这一辈子都不知道 好好的修心修行 下一次不知轮回到哪一道 是否还有机会在度化 自己 在今年的香港法会上 有位三百多年前修行的措斥 因一时意念犯的错误 而没有修成 要借着一位前世 和他有缘的男士的肉身 才能念经度化自己 看得真教人感慨和震撼 所以我们应该借此机缘 好好修行达到觉悟 超过轮回 不复观世音菩萨之慈悲 每天早上做早课 喝喝大便水时 当我分享大慈大便 观世音菩萨时 观世音菩萨都会有 以不同的法身视线 有时是百依观音 有时是颂子观音 有时是甘露观音 静体观音等等 最殊胜的是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 牵手亲眼观世音菩萨 手持各种法器 上下感动变幻 还有一次看见观世音菩萨流着眼泪 我很压抵地问 观世音菩萨为何流畏 菩萨说 众生难度啊 这个世界上的众生 之所以人物苦害 收受许多烦恼而不得解脱 皆是因为众生不知因苦 淡下了身口一山药 杀身偷盗 谐疑妄恶 恶口口舌 胆软 猖怪 痴迷 当时我心里也涌起了一股哀伤 我对菩萨说 我愿尽一切力量度化周边有缘众生 做菩萨的千手千眼 愿菩萨赐给我力量和大智慧 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且一起度化 更多的有缘众生 菩萨给了我如此多的亲政 就是要我相信 好好跟着台长觉悉 修盛自己的身口一山涅 我一定有一个真实与慈悲 精进的心好好学佛 我法度人 感恩大斯大悲 救苦中的寡大 你感恩神 佛萨玛德萨 感恩大斯大悲 如君王台长 谢谢大家 希望讲解雄女士的精彩发言 观世音菩萨文身救苦 有求必应 在危急时刻 只要诚心呼唤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都会帮助我们消灾解难 下面让我们有请悉尼的何乐仪女士 跟我们分享 观世音菩萨救助他和丈夫的精彩实力 鼓声音菩萨救苦中的福音 感恩大斯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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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那个广大敏感观性菩萨 感恩师父卢君彤台长救度我 让我能有缘修学心灵法门 两年多来 我运用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念小房子 受益良多 深深感受到心灵法门 是一把开启我们佛性之门的金钥匙 让我们能入门精进学佛修心 找到回家之路 心灵法门像茫茫大海中的航岛的灯塔 让漂泊在人生大海的云云众生 得到指引 有缘登上观性菩萨的词航 得以普度 我感受到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 观性菩萨有求必应 只要认真修学 就能得到观性菩萨的慈悲科护 菩萨就在我们心中 佛就在我们心中 今天是大慈大悲救不救那广大灵感 观性菩萨的成道日记念义 我向观性菩萨 向师父和各位佛友 汇报我一些学佛的经历 与大家分享希望能让更多的有缘人 相信心灵法门 不要犹豫快快修学 得大福报 观性菩萨救度 我如皆后重生 非常感恩大慈大悲救难 广大灵感观性菩萨在我最困难 健康出现了大危机时 让我能结缘师父 心灵法门救了我 2010年是我的劫难之年 身体本来就不好的我 愚昧无知 在年初的一个晚上 在医院急诊室里发气功 为一个患经济肌护症 在说平山塔 被用救车被送进了医院急诊 等了几个小时还得不到处理的年轻女子止痛 没想到却引来了灭顶之灾 古党把她的病气激入了我的体位 还引上了灵性 不久我就出现了不寻常的出血 下腹部疼痛胀大得很快 连裤子都扣不上了 梦中见到穿着医院衣服的六个灵性 在梦中前后堵结我 子宫性和活践发现恶变 要马上手术全切除 手术之后 二十多公分的刀口旁的一个地方 老是红肿发炎疼痛 晚上睡在床上 腰椎颈椎背后都痛得不难转动 一直折腾了三个多月都不好 我的手术是由西里最有名的专家做的 整个手术团队都是强强组合 从主刀医生麻醉丝护士都是富有经验的 对于我手术后出现的这种状况 他们表示从来没遇到过 也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只是给我抗菌素和止痛药 总是跟我说 keep the eye on the 我很明白一旦发生病病那是致命的 当时我访遍中西民医 包括澳洲 美国 中国来的专家 但是无药可施 抗菌素吃了近百里 还是反反复复发作 那时我根本不明白 其实是灵性在身上急着药精 我饱受痛苦折磨 求医无门 大慈大悲 救不救那广大灵感关心的菩萨 就在这时救度我 让我有缘参加了师父福台长在2010年9月 喝水的法会 菩萨在我最困难最迷茫的时候 唤醒我 不能用人间的思维方法去活着 不要再迷失 不要再贪嗔痴的路上沉沦 法会后 我开始了心灵法门修行之路 早晚念经 我这一辈子活了几十年 虽然每天上乡拜菩萨也有十多年 但是只是按照街坊的做法 早晚念心经 别的经文都不会念 不明白为什么修 修什么 如何修不明因果 不懂得如何消业障 做了菩萨愚蠢的事 问题越来越多 自己却又不明白原因 很困惑 师父鼎立弘扬 关心菩萨的心灵法门 就是引导我们修行要修的如法 我开始念经 念小房子 记得在烧第一章小房子的时候 烧完后我的伤口马上痛如刀割 其实何被一个小房子要求时才发现自己没有按照要求做好 净症者写了药经者 引来了不知多少灵性抢一张小房子 那时我的脑袋真是有点转不过了 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手术和检查又反复用麻料反应比平常慢了很多 出现这个问题我就不敢怠慢了 逼着自己反复 读念经和念小房子的要求 一字一句的对照 按照师父在玄学问答中 对重病者的开示 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 二十遍心经 四十九遍消灾 吉祥神咒 解决咒 准提神咒 三到五遍以佛大忏悔 小房子从每周一张到每周两 每天两到三张 我已经记不清楚确实念了多少 目前我还是继续的念 还业债 开始念经和小房子时我会看到很多的幻象 一些我并不认识的人大人或者小孩有善意的也有凶相的 甚至是指牙裂嘴的 我明白那是我的要经者 虽然我不知道我何时何故献上的债 但我感到自己是业障深重 新的菩萨慈悲给我忏悔和还债的机会 所欠的债我是一定要还的 随着小房子送的越多和大量的放生 这些现象就越来越少 慢慢我的窗口不痛了 颈背腰部也不痛了 健康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睡眠好了 脸色好了 一切指标检查正常 公司的业务也有了改善 家庭祥和了 一切感觉柔如 劫后重生 神奇的大杯水 祝我先生缓解痛风 送小房子迅速指控康复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先生6月25号要到上海开会 然后经香港到广州 然后再从香港飞北西里 5月底我曾经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趴在床上 头朝下突出很多白色的像牛奶的液体伴随着很多颗粒 旁边还放着一个注射器 我曾经请律师处解梦 当案是我先生身体不好 我告诉我先生 他不理为难 我也知道很难说服他不去了 那时离我到香港 离我出发到香港法会 只有几天的时间 我在观星菩萨面前许愿给他每天念经 给他的药经者30天内送21张小房子 因为回西里后很忙 我没来得及把小房子赶紧送完 一天凌晨 我要梦到我先生穿着病人的衣服 侧躺在床上笑 我觉得很奇怪 当天早课后10点钟 我赶紧把送给他 药经者21张 最后的三张小房子送完 下午女儿在香港打电话来说 爸爸到了香港 痛风发作 不能走路了 在去年圣诞节后 他的痛风也发作过一次 当时我是请东方台30碗烧头炷香 挣个大杯水 请他服药的时候 喝一杯就缓解 一杯就不痛 但在香港没有那样的大杯水 你问我怎么办 我想可能是21张小房子 没有及时送出 或者是量还不够 女儿听说后 马上答应给父亲的药经者送21张小房子 当时我叫女儿马上去多买几瓶矿泉水 放到佛台上请的 万行菩萨慈悲 让我先生先用大杯水服药 整天不停的喝大杯水 我继续给他炼金 喝了大杯水和用药后 我先生的痛风缓解了 第三天 他就很高兴的跑到街上去了 但是因为女儿工作忙 小房子炼不出来 他又嘴馋放口夜 上街就吃了烧鹅 那天晚上痛风又发作了 这次痛得可更厉害了 躺在床上不能动 他在电话里担心的讲 恐怕要退迟到周六才能上广州了 可是他上周五就得要飞回戏里了 时间不够的 当时我很担心 但是还是安慰他安心养病 叮嘱他千万不能再犯口夜了 我知道女孩还没给父亲念小房子 我明白药经者追得及 马上跪在关系菩萨面前 许愿我会尽快的送七张小房子 给他的药经者 请关系菩萨保佑他身体健康 消除痛风平安祭祥 我冷静下来想 我该怎么办才能帮助他消去痛楚 我想香港派是指师父的话 好好保管理事政 你们或者你们的家人遇到什么劫难 抱着弟子证 师父一定会救你们了 我相信菩萨一定能救他 我相信师父一定会救他的 那天晚上我就默默的祈求师父的救助 抱着弟子证念了两张小房子 第二天早课我为他念经的时候特别加了以佛大忏悔文 帮助他忏悔所犯的口音 上午10点我把两张小房子送出去 匆忙的吃完早饭 打电话给他到香港问我先生情况 他说昨天晚上就减轻了 现在好像感觉差不多好了不痛了 可以下地走路了 真神奇啊 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 我跟我先生说赶快感恩吧 你知道谁在帮助你吗 他回答我说你不用跟我说我也知道了 隔天我把余下的五张小房子赶紧送完 就这样 他按照原计划回到广州 10号又回到香港 13号早上平安回到西里 上飞机过海关出机场 一切顺利 我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如果不是菩萨的慈悲和师父的功力 真不知道他会折腾成什么样子 什么时候才能康复 你知道在海外发病 将会是非常的麻烦 令人担忧 两年多来 修学心灵法门 我直接感受到观信菩萨的无缘大师 无处无在 神奇的事情要接二连三发生 在修学过程中不断领略到心灵法门的独道之处 不断体现到师父百化 佛法是如何的夺离开悟 例如 学过实际上就是用心 要心中有佛才能学好佛 无欲自然心如水 只管耕耘 不管收不问收破 菩萨未因众生未果 与其总有一天要放下 还不如早点把身上的包袱放下 让心活得踏实一点 活得开心一点 真修者 破意 善修子 破安 不修者 破报等等 从半信半疑到坚信不疑 一路上 如泪薄冰 经历了许许多多 整个过程得到观信菩萨的慈悲客户和引导 得到师父的神神教导和不断的纠编 得到秘书处和各位同修无师的帮助 今天的我 除了感恩 还是要感恩 感觉自己更要努力精进 不断修学 修好自己 学习观心菩萨和师父弘扬心灵法门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引导我进心灵法门的师父 卢台长 感恩 为 帮助救度众生 新型劳动的东方台秘书处的各位工作人员 感恩 让我知道2010年何是我法会的同修和诸位曾经给过我帮助的同修 谢谢大家 十分感谢何女士的精彩分享 下面让我们再次有请卢俊宏台长为我们广大的佛友开示几句 谢谢 我没有什么讲 我就觉得真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感动感激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缘怀观世音图上 对我们的欢心 我觉得 我们 大家一起跟师父一起 谢一下欢心 就是说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图上 跟牟台长一起讲 对 我们谢谢观世音图上 好吧 谢谢观世音图上 好 谢谢大家 因为本来今天还要给大家有些个别发言 因为时间不够了 大家也饿了 所以大家吃点东西 我们也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平时台长在开大法会的时候我也没有好好地仔细听话 那一位分享 今天我当场坐在这里 我也是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应该更好的努力 你看他很感恩第一次告诉他的好思维去的 所以我们十一号也希望大家也咄咄咄的 有时候你们知道 你们一个行为 人家会感恩你们一辈子 所以要救人 谢谢大家 谢谢观世音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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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世音图上